大家好,我是Sandy 那在上次课程,我跟大家一块讲解了Linux基础及操作系统的一个框架 而且在上面的课程里面也跟大家简单演示了一下Ubuntu的一个安装 我们当时安装的是12.04的这个版本 但是其实安装完了过后,我自己使用了一下 感觉这个版本太麻烦了 没有我以前用的10.10或者10.04这些版本比较好 所以我又转回了10.10的这样一个版本 事实上什么版本对我们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们主要是命令行的这样一个操作 在我们后面的工作中 其实我们也很少去用图形的这样一个界面 很少用到图形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更多的是先从基础上面去打好命令行操作的这样一个基础 以后再靠一些图形化的工具来提升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 所以这就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从今天开始这样我们已经学了这样 已经安装好了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去学习这个操作系统 那么学习这个操作系统 当然最开始就要去学习它的这个命令 对不对 那么这个操作系统的命令 特别Linux我们都知道 它的图形界面是不安稳的 我之前说过也是不稳定的 它的图形界面只不过是一个应用程序而已 所以很容易崩溃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学图形下面的那些机制 包括如何用命令行去实现一些东西 如何用bash这些cell去实现一些东西 那么包括去理解它的类库机制 所以我们还是照常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解的一些内容 我们课程目标 了解什么是Linux shell 以及shell的设计原理 熟悉shell的常用命令 shell分类清晰 掌握shell的命名 及自我学习方法 这个你看这一大堆的都在说的是一个shell 对不对 那么也能不能就这样子去理解呢 就是我们要用学到的这些命令 其实就是shell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学好这些命令 光靠死精英倍是不够的 那么是不是应该去清晰的理解什么是一个shell 那么这样子方便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这些命令 对不对 从以前包括从以前我看过一些培训机构 他们的讲课 我也看过网上很多的视频 应该说大家其实在这块讲的都比较少 或者甚至于没有讲 那我们给大家讲的 我给大家讲的课程 肯定不会绕过这一块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那么我们的重点难点 也就是shell的设计原理 以及shell的内裤 这个我后面会给大家提到 那我考核目标 这个我后面去补充 现在我先不设定太复杂的考核目标 课后练习 会 这个课后练习 我们待会再说吧 待会再说 我们没讲完一些内容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布置一下课后的这些作业 名词解释 什么叫shell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一课要讲的 那我们这一课也就是说 主要就要跟我们的shell去打一个交道 对不对 好 那下面就开始启动我们的linux 用虚拟机的方式 目前我都会多用虚拟机给大家演示 演示几下 以后慢慢的我就会用我的服务器 这个主要是给大家演示 你们在你们的机器上怎么样去操作 我们启动我们的VMW VMW上面装了我们的ubuntu 我目前我说我已经切换到老版本了 但大家其实也可以用新版本 没有关系 我只是习惯了而已 OK 这就启动起来了 我登录一下 MuVMW的桌面板的话 它默认的都是以图形界面来进行启动 如果大家要进行切换的时候 之前有人会问到我 我要怎么去切换呢 其实很简单 按着CtrlLT 加F2 或者F3 你看F2就切到这了 F2 F3 F4 它都会相相应的去切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文字界面 你就切到文字界面下面来了 然后再按着CtrlLT 那你说怎么回到图形界面呢 你可以用StartX 也可以用什么呢 其实最好的就是通过切换 还是CtrlLT和 好像是F 是F7还是F7 就F7 和F7就切换回来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很方便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CtrlLT 加F2 F2 F3 F4都是 F3也会切进去 也会 因为它是支持这种多用户 多中断的这种操作 所以你用F2 F3都可以切回去 然后F4也可以 然后F7是切回图形界面 好 我们就回来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 可能大家一开始是没有这样一个程序的 就是命令终端 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附件里头 把这个命令终端给它取出来 大家注意 这个终端其实就是像模拟了我们的 就Windows下面那个DOS的那样的一个命令 对不对 这些这个终端窗口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它也是一个应用程序 就是我们的这个Terminal 这终端窗口 它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应用程序 在Ubuntu里面 我们是用的Genome Genome Terminal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Desktop 就是一个桌面平台 就是个Genome 对不对 Linux下面比较典型的两套桌面 一套是Genome 一套是我们的KDE 对不对 那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应用程序 没有太 没有什么神秘的 没有什么神秘的 好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类比的来学习 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Windows里面的Command 这个exe这个程序 对不对 是蛮像的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学习我们的第一个命令 我们说我们这个操作系统 很多都是可以通过命令来实现的 包括什么粘贴 拷贝 建立用户 然后看查看进程 杀死进程等等 所有的操作我们都可以用命令 包括我们也都知道 这种图形化的界面 它整个这个图形界面也是一个程序 那也就是说 这些程序 我每一点一个操作 它的后面是不是还是靠命令来执行的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 比方说Eclipse Eclipse 你点个编译 其实它后面还是掉的命令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来学习这些命令 那么我们怎么来学呢 我的讲法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先学习一下第一个命令 我会跟大家学一下第一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 叫LS LS 是一个什么样的命令呢 LS我们给它的理解就是个list 那这个命令我们来敲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命令 我们来敲一下 LS 你看它是不是列出了我们当前文件夹下面的 当前文件夹下面的所有文件和目录 当然在Linux里面一切皆是文件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 对不对 还记得这些颜色吧 白色是普通文件 蓝色是目录文件 对不对 这些颜色 那么这个命令是不是有点像我们Windows下面的一个命令 大家以前都学过 到此 是不是DIR 我们来看一下 DIR 是不是一样的 类似 类似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LS其实就是list的一个缩写 就list的一个缩写 所以我们既命令千万不要死机应备 特别是之前没有接触过Linux和Linux命令这一块 我们先学会LS这个命令 那么它就是list的一个缩写 List的一个缩写 那么同时它对应的就是我们Windows下面的DIR这样一个命令 就是对应我们的DOS下面的DIR这样一个命令 那么我们现在就针对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来思考一下 它是怎么去实现的 我们来通过这个命令 我们分析清楚了 它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后面所有的命令 是不是我们都会很清晰 都会很清晰 我们的它的实现机制是什么样 那么我所以我们现在同样的 我们说知识是要讲类比的 对不对 类比和延展性 那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Windows下面的命令是怎么来实现的 就拿Windows下面这个command 还有DIR这些命令来说 我们记不记得在我们Windows下面 它的实现步骤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在这里稍微画一下 首先我们输入一个命令 在这个过程上先输入命令 然后系统会去什么 去系统目录 系统目录下 下去找 找这个什么呢 命令程序 对不对 然后依通这个命令程序 同时依通我们Linux的 Win32 API 去实现于我们的底层的 底层的接口调用 底层接接口调用 好 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我们稍微给他 再分析一下 就是在这个目录下面去找我们的命令程序的时候 会哪些目录呢 我们都知道 有什么 Windows文件夹下面的System32 这些系统文件夹 有当前文件夹 但总的来说 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环境变量里面的Path 对吧 这都是我们环境变量里面的Path 也就是说 他会去到我们的环境变量里面去找 哦 那我们如果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反向来接来考虑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操作系统是有Win32的 Win32 API的封装 这是其一 有了他之后 我们设置系统环境变量 然后呢 我们在这些系统环境变量的相应的目录下面 有我们的这些命令程序 最后我们输入了这些命令 他才会管用 对不对 我们再反向来 这是他的一个设计思路 就是他的一个设计思路 那么Linux是不是同理的一个道理呢 同样的一个道理呢 是否是一个同样的道理呢 事实上我可以告诉大家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但是他和我们Windows稍微有一点区别 就是以前我们Windows 他本身的设计是基于图形界面的 基于图形界面的 那么Linux完全就是基于命令 最开始他的设计是基于命令的 所以呢 Windows的有些命令 可能还基于了我们图形界面的一些 一些类的基础上 比方说我们的Windows著名的一些COM机制 这个基础上来给他进行实现的 但Linux就不是 Linux是怎么样来实现的呢 这个我们后面要提到的 是一个叫Share的一个东西 这个非常重要啊 可能有的朋友都听过 什么Share编程啊 Share命令啊 Share脚本的编写啊 那么从字面理解Share是不是背壳的意思啊 也有外壳外壳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比方说这一块像新一样的东西啊 这个是操作系统的内核 Kernel 在Kernel之上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用户接口 用户接口定义啊 用户访问接口 连接我们称为这个是要系统层 上的是用户层啊 然后再往上呢 他就是实现了一个外壳 来把它给包裹起来 就给他给包裹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壳 那么这个外壳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命令工具 我们通过这些命令工具 和编写我们自己的这种Share脚本啊 其实也就是一些文本命令 有点类似于我们Windows下面的批处理啊 Share脚本有点类似于我们Windows下面的批处理 那么通过这些来实现对下面的一些访问 对下面的一些访问 就拿我之前讲过的一个简单的打印来说 Printf 其实一个简单的打印 他也是要用到下面的这种显示类裤的 对不对 也是要用到下面的显示类裤的 所以显示类裤就会用到一些驱动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样一个设计概念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想法的话 我们刚刚说到的LS 我们刚刚打了一个LS这个命令 他做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同理来进行一个操作 进行一个类比吧 第一输入了 输入了LS 第二这个LS去到相应的目录 去找命令程序 找可知 这个在我们Windows下面是不是叫可执行文件 在Windows下面的可执行文件 是不是exe开头 而且为扩展名的 但是Linux下面我给大家讲过 实际上可以没有扩展名 对不对 很多都是不带扩展名的 或者你随便定一个扩展名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然后他就会去找我们的这个谢尔程序 那这个谢尔程序在哪里找呢 当然是在我们的Path里面找 但Path在哪里设置呢 当然就环境变量 对不对 环境变量 这个但是这就是我们待会要查找的环境变量 找到了之后 那么他就要再执行 执行调用的时候需要基于什么呢 是要基于我们的谢尔的一个基本类库 基本的 基本库 比方说在我们乌邦图里面 我们的谢尔是采用的叫Bash Bash谢尔 我们其他的也有很多大名顶顶的 比方说Z Shel C Shel 和Z Shel 这些大名顶顶的Shel 但是所以我们在Linux里面 由于他是开源的 他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工具来进行使用 对不对 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工具来使用 那么 再往下就是对kernel这块的防御 对kernel这块的防御 就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我们环境变量是怎么来配的 在我们pass里面 这样我们才知道 我们的这个ls命令在哪里 对不对 好 我在开始给大家看环境变量之前呢 其实也想给大家看一下 教给大家一个新的啊 一个新的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蛮有意思的啊 叫where is 那从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说是 去了解他的这个命令 实际上他的这个可执行文件 所在的路径在哪里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打命令打成这样 就where is is 就是is这个命令 他的实际的可执行文件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你看他就显示出来了 显示出来了过后 他是用空格分格啊 有两个地方 有这个意思 一个在bing下面的ls 这个我们很容易去理解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目录的 bing就是我们的系统级的 这样的一个可执行文件啊 这样一个可执行文件 锁存方地 另外一个是在user下面 有一个ls什么点 什么这是一个gz我们熟悉的 都是一个 这是一个gz的压缩包 那这个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只是个压缩包而已 那所以应该是他 我们看一下 我们通过ls来看一下 是不是他 bingls 也就是说 我查找一下 bing目录下面的ls文件 大家看是不是显示出来了 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 可执行文件 那你说sandy 你怎么知道 他的可执行文件 因为他是绿色 对不对 因为他是绿色 当然也可以像我们之前介绍的 给他加一个参数 对不对 给他加一个参数 加个l这个参数 然后这个地方 他是这个 是这个 表示他是普通文件 但是这个你可能也会说 他是普通文件而已 那怎么证明他的可执行文件呢 所以我们在ubuntu里面 或者整个linux都遵循呢 他是浅绿色 他就是一个可执行的 shell shell程序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颜色 一定要会去看这些颜色 好 那么我们就知道 是在bin下面的 这个 ls里面 是不是就有点类似 我们windows目录下面的 system32这个文件夹 有点像 那好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 环境变量是否真的指向了 这样一个pass 那么环境变量在哪呢 我们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我们之前说的哪个文件夹 是做配置的 是不是etc 还记不记得 这里面是不是全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配置 对不对 那么在linux里面 环境变量的配置是通过这个 就是etc 下面有个environment 就是环境的这样一个词 这里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是你不用完全输完 你可以用tab 按tab键 tab 按tab键 它会自动补权 你看它会自动补权 这样的一个文件或者命令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文件 确实有一个 而且是普通的文件 这种普通的文件 八成都是一个文本文件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命令编辑器 叫vi的 这个目前vi 大家不要求大家掌握 我们先看一下 environment vi 在etc目录下 environment 我们打开它来看一下 目前大家不会用vi没有关系 你就知道是个文本编辑器 跟我们的记事板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pass等于userlocal下面的sbeam userlocal下面的beam 大家注意一下 在windows下面我们不同的目录是通过分号来分割的 在linux下面是通过冒号来分割的 就给大家了解就行了 大家看这是不是有usersbeam和yudabeam 可见这个确实是我们环境变量所指向的目录 也就是说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去 优先去到这些环境里面 就这些文件夹里面去找这些 这些程序啊 对吧 这个跟我们windows上面是很像的 所以如果你要添加自己的 也可以就加到这个地方 这里我先不做演示 目前不是我们的要学习的范畴 后面我们会详细的学习 那你说sbeam你这些命令玩的太溜了 我们没玩过 那怎么办呢 这个所以就就是我们用图形化的一个好处了 比方说我把它先退掉 所以我们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ubuntu里面 这里你看 有我们的很多的文件夹 对不对 有我们的很多的文件夹 我们随便进到一个computer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什么我的电脑啊 对不对 那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